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5日 那么北京冬奥会赛程已经过半了 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嘛 没有出现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闹事 因为美国本来是预想 他用一些人权组织NGO 是搜买了一些运动员 希望他们能够在冬奥会期间去闹事 搞事搞点事越大越好 让中国政府中共丢脸 如果能在冬奥会期间举出政治标语 喊出政治口号的话 我有讲 如果中国政府胆敢惩罚你 我力挺你 但是呢 这么多天过去呢 没有哪怕一个运动员站出来 怒骂中国 怒骂中国人权 反而呢 有很多美国自己的运动员 对中国是交口称赞了 说中国准备工作做得太好了 房间舒适 床舒适 饮食也好 什么都好 对我们这个成绩的提升 有帮助 帮助我们赢得了金牌银牌 奖牌 中国太好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 甚至啊 昨天还有一个美国运动员召开记者会 说美国攻击北京冬奥会的新闻都是假新闻 假的不要相信 在美国很丢脸了 自己培养的运动员打自己的脸 但是呢 今天啊 到今天2月15日 终于美国这一次啊 高兴了 满意了 因为啊 终于有运动员 搞事了 那么这个运动员呢 还不是美国的 是来自北欧瑞典的选手 这里啊 你要把瑞典两字圈好 因为我待会会会啊 这个着重的讲这个国家 这国家就是白左当道 那么咱们念一下新闻啊 说从北京冬奥栽了两斤以后 瑞典选手反国后批评中国迫害新疆人权 那么这个选手呢 是来自瑞典的竞速华兵选手 范德普尔范 他在冬奥栽下两面金牌 分别是篮子5000米 与1万米竞速华兵的双料金牌 他在中国期间啊 没有任何的发生 但是回到返回到瑞典以后呢 接受媒体采访 他就大肆的批评 说让中国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 举办奥运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中国政府在新疆 种族灭绝 侵犯人权 而且呢 他还将北京冬奥会与纳粹德国主办的柏林奥运会对比 他说 奥运会虽然是世界团结各国齐聚的场合 但是1930年代纳粹德国在入侵波兰以前也举办了奥运会 还有苏联入侵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前也是举办了冬季奥运会 所以呢 言下之意 他就是把这个中共的政府内比纳粹 内比这个俄罗斯 极其的险恶 而且这个人 还谈到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感觉 他说在这里感觉太好了 一切都很好 中国各方面准备十分的完善了 那么结合他刚刚批评中国人权 这很明显就是 中国有句俗语就是你 吃饭砸锅啊 你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啊 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中国 真的这么在乎人权 你就不应该来中国参赛啊 结果你在中国参赛 得益于中国这么充分的准备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的去比赛 睡的也好吃的也好 拿到两块奖牌以后 回到瑞典就大肆的辱骂中国 好像我们求着你来参加这个冬奥会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难理解啊 你一方面享受中国提供的便利 拿到金牌 另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 当然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奥运会啊 这个 这个家伙还不是 好像还不是第一个 好像有一个土耳其的选手 在2月5号的时候 打擦边球啊 他的头盔和滑雪板竟然是东突厥斯坦的 这个新月的国徽啊 因为土耳其这个国徽跟所谓的江独国旗是一样的 都是新月 只不过颜色不一样 土耳其是红色啊 新疆那个所谓的东突是蓝色 所以这很明显就是打擦边球啊 但是呢 很多博主没有聊到 而且土耳其这样的角色 也不值得去聊 他就是疯狂的打擦边球 他什么都要 猜 猜合一下 秀存在看 以为自己很牛逼 其实大家都知道 谁都不了你 因为现在阿尔多安也是非常头痛啊 土耳其 通货膨胀已经是高到一个程度了 你电价天然气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啊 所以土耳其中国不要去理会他 土耳其人民就会让啊 这些无良政客运动员好瞧 那么我刚刚说到了 咱们重点来聊一下北欧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不仅仅是这个北欧的运动员啊 这个吃饭砸锅啊 我发现很多北欧的政客 在人权问题上 竟然比西欧法德还要啊 疯狂的攻击中国 这让我很难以理解 因为北欧其实历史上 跟中国没有任何的过节啊 八国联军也没有你们啊 不管是瑞典也好 还是这个芬兰也好 对吧 你们喜欢自己的 搞这个户外的冰上的运动啊 你们是强项对吧 中国应该跟你们学习 但是你怎么可能啊 拿这个事来攻击中国呢 你自己的啊 国内的这个穆斯利问题就很严重啊 就说这些北欧的人啊 我感觉都是被这个美国的价值观洗脑严重 而且比法德还要严重 法德这里的还有一些极右翼 还有一些右翼啊 反对这个啊 某个宗教的移民啊 排外啊 主张这个啊 这个法国价值 法兰西文明 但是北欧呢 你去那边就看到了 不管是文学作品也好 还是电影作品 还是那里的人交谈 你都可以看出有一点 他们就是认为啊 这个好像就像 这个凯勒奇计划一样 就认为全世界移民啊 都应该融合在一起 不分你我 这就导致了北欧这几年啊 这个某教的人口啊 速度增长是很快很快的 你别以为法国穆斯林最多啊 你去看一下北欧的调查统计 竟然仅次于法国啊 就说你即使不离不移民 你到2050年 瑞典的穆斯林 就会达到百分之十一 德国百分之八点七 那么在移民开放的情况下 瑞典的绿教人口 将会达到百分之三十点六 所以中国根本就不要理会 这个小丑国家 什么瑞典芬兰 他们自己就会把自己干掉 把自己的文明给干掉 今天这个运动员啊 回到国内以后 大肆的攻击中国人权 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完全就是自作聪明 对吧 你有胆 你真的在乎人权的话 你就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赛场期间 你拿出这个标语啊 东突旗帜啊 支持那些穆斯林兄弟啊 结果我们没有发现 而且我去看了报道 这个人在这个前往北京冬奥会以前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问到人权 他说啊 我现在不不方便谈 对吧 其实他的这个想法 就是啊 我赛前 我不谈啊 专心比赛 然后比赛呢 拿到金牌以后 回到国内 我就大肆的辱骂中国 啊 这是有多鸡贼的一个想法 啊 所以这个人来攻击中国 其实不是真正的在乎 啊 所以中国的人权问题 而是我相信啊 这个人应该是想 以后退役以后 从政 因为很多西方的这个政客 包括选举出来的人 现在都已经是 啊 退役的运动员了 比如 德国那个跳床 啊 这个外交部长 对吧 啊 还有那个NBA 果舰队的那个人 莫雷 啊 他也是想加入美国政坛 那么加入美国政坛 应该有点表现啊 啊 怎么表现呢 攻击中国啊 中国是最好的目标啊 啊 中国是兔子啊 你攻击他 他也没反应啊 不像俄罗斯 对吧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所以中国就变成这些失忆的 啊 这个运动员 啊 无良政客的攻击对象 啊 最优先的攻击对象 那么这个人 我现在严重怀疑他 他就是为了以后从政 做准备 因为他现在职业生涯已经很很很完美了 很圆满了 啊 什么都拿到了 不缺啊 那现在就缺的就是那点权力 从政啊 当然我相信这样的傻子啊 傻蛋啊 去这个更多的参与西欧政治啊 北欧政治 东欧政治的话 那欧洲可想而知啊 国家被这样一群笨蛋给带领 啊 被这样一群 只看着 只盯着人权 这种虚无缥缈的价值观 啊 不顾及自己国家利益 放任某 某教 啊 这个侵蚀啊 那么他们离完蛋不远了 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在意这个人说什么 啊 也没有必要去制裁这个人或者是他的赞助商啊 我觉得说这个话的网友啊都是气话 你有必要制裁他吗 这样的人一个人就能够把北欧给玩死 啊 北欧啊 那是比西欧还要惨的 如果真正没玩死的话 因为北欧本来 你那个地方啊 旅游资源没有吧 你不像法国这里 啊 地中海 大把的人来玩 啊 我靠这个旅游我就可以啊 靠奢侈品我就可以过的还不错 你北欧有什么 冰天雪地的 人口又稀少 你人口稀少 你白人还不愿意生啊 只去做爱 那么人口就会 不断的被某教给填补了 这就是北欧的现实 现实啊 认不清情况啊 跟着美国走 那美国能够给你什么呢 啥都不能给吧 啊 你今天 地雷这个投名照 好 你以后啊 政坛 有保障了 啊 对吧 从政有保障了 但是呢 你换不来中国 对你的回击 因为中国不屑于 啊 回击你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就了解 感谢大家 啊 好